韩国农林续产食品部昨天表示 韩国北部泼州市的一家养猪场 昨天早上被确认发生了非洲猪瘟疫情 这是自非洲猪瘟在亚洲多地蔓延以来 韩国发现的首例疫情 目前韩国相关部门已经宣布 从当地时间17号早上6点30分起 对韩国全国养猪场屠宰场等机构 实施48小时禁令 期间禁止运输活动 韩国总统文在寅17号指示有关部门 做好疫情初期应对工作 严防非洲猪瘟疫情在韩国扩散 昨天上午韩国农林续产食品部 召开紧急发布会表示 当地时间昨天早上6点30分左右 经济到泼州市一家养猪场 送检了几头病死的母猪被确诊 是感染了非洲猪瘟 发现疫情的养猪场 饲养着2400多头猪 目前还没有小猪突然死亡的现象 可以推测疫情是刚刚发生 目前疫情的来源仍然在调查当中 设施养猪场的主人和四名尼泊尔籍员工 近期都没有海外旅行的经历 农场为封闭型 并且半径三公里内没有其他的养猪场 昨天早上确认了疫情之后 韩国已经对全国的养猪场 屠宰场 续产相关人员及其车辆等 下单了48小时禁止运输活动的命令 另外从昨天开始全面禁止 餐饮厨鱼进入养猪场 严防野猪跨过边境地区进入韩国境内 并且加强对全国6300多家养猪场的消毒和检查等 韩国养猪协会相关人士表示 截至到去年年底 韩国的猪肉库存量大约是5.8万吨 较上一年多出70% 预计短期之内 韩国的猪肉价格不会出现明显上涨 韩国的猪肉库存量大约是5.8万吨